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办中原普渡继护国习灾超建起伏大法会 早上十点半开始 大会就现有一场四十多道 一共八千六百份的精致美食饗宴 要和民众分享 有什么要准备这些健康 尤其的东西就是说 就是说要给大家吃得很欢喜 然后又健康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所准备的是冰糖燕窝 那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体跟胶原蛋白 是由白木耳精心焖调的八个小时 我们所盛装的是玻璃瓶 是为了要做到减缩环保爱地球 这些美食来自于说 背后是有机栽种出来 那很多人的用心 然后不透过添加物 这个吃的过程当中 吃的安心吃的健康 那最重要就是透露这样过程里面 能够呢帮助整个社会 整个大地园区能够做一份的保护 那为我们后代子孙保留一片干净的土地 这个是那个沙拉面包 好吃吗 好吃啊 我吃什么在吃呢 好吃清爽 真的啊 都是用爱心做的 你看好多人都来了 觉得绿豆糕还蛮让我惊艳的 因为那绿豆糕就跟外面吃的那种口感完全不一样 就是吃起来就是就真的就是很蠢的 那种绿豆下去打的 保好心情 低凉一下 耶 健康的相遇你请大家享用 我们以往都是育活 或是点灯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也福祉来又增加了他们的强项 爱护地球美食饗宴 还有一些展览 感觉到都让我们所有的里面 都非常的高兴喜悦 让他们更了解一层爱护地球 这个有机的重要性 除了吃到清净食材 做成了料理 满足味蕾之外 在会场另外一端 则是让心灵有满满幸福感的心灵美好展 包括分辨化学添加物的食品 或是赞颂心灵音乐的视听 长青电影院等等的分享 在我们文教所传递的理念就是 从小朋友他们从小就能够懂得尊师重道 懂得孝涕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这些其实在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是非常非常欠缺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文教非常想要传递给现在社会大众 还有包括我们从小 小孩子从小能够扎根的一个教育的内行 下午开始则是进行超见祈福大法会 包括台中市副市长003夫妇 北区区长及多位议员 30个里长等贵宾都以前进的心参与法会 法会则是由福治僧团如亨法师 带领30位法师祖法 为历代祖先 往生亲人 英灵冤亲在祖等 消灾祈福 一般来讲参加超见法会 主要的意义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想念的人 他们或者往生了 那我们希望对他尽一点孝心 做一点什么事情 那实际上在佛法里头呢 是有这些仪轨跟做法 诵经等等 福治佛教基金会及福治僧团 每年春季夏季都会举办两场超见法会 依循福治创办人上日下场老和尚的教诫 在法会中诵持经典 今年除了第一次与民间联合举办 希望以佛法僧三宝 以及大众虔诚的力量 除了为已故亲友 祖先超度之外 也为再世亲友祈福 希望参与法会的人都能启发慈悲心 体会菩萨为解救众生痛苦 毫无畏惧的精神 所以超见法会更重要的意义呢 是把自己的身心安顿好 照顾好 我们才有能力帮助他们 我们才可以让这些我们的父辈 主辈他们身心得到安顿 而同样身为佛弟子的前台中市长 胡志强也在夫人的陪同下 抵达法会现场 大家聚在一起 要充满感恩的心 想想那些以前对我们好 真的是还没有机会跟他说谢谢的人 在心里说是谢谢 你也要说阿嬷 你也爸爸妈妈 你也好朋友 现在就是不在身边 我一直觉得七月是一个好月 我们会想起很多好事情 今年是台中北区各里举办的 第十届超见法会 福智佛教基金会除了协助台中 相亲举办不度之外 也利用现代网络科技 提供线上诵经超见 从8月12号开始到17号 可以在福智僧团全球资讯网上 和法师们一同虔诚其送大般若经 报答先人的恩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